大家今天有帥嗎?我是大林老師 鮮炸香酥脆,美國炸物巡禮是由美食評論家ThemDrops 主持的節目 看來整個狂吃食物沾滿糊是真的超爽的 想說這種感覺好像Youtuber 又一查,不然他就第一位在車上評論素食的Youtuber 他爆紅影片是一段評論Five Guys漢堡店的影片 充滿熱情跟迷因,有1000萬次觀看 The Gregory Brothers在他們Youtube頻道將這個影片改變成音樂迷因 Oh my god,有4000萬次觀看,非常洗腦好聽 趕快聽起來聽起來聽起來 為什麼我們喜歡看各種美食節目呢? 日本孤獨的美食家、台灣時尚玩家 到現在自媒體Youtuber、單位網、千千見識鐘 跟韓國的各種吃播 看別人吃,難道比自己吃還好吃嗎?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在世界各地都非常風行的 美食吃播文化,讓我們開始吧! 歡迎回到大陵講堂,我是大陵老師 吃播最開始是2010年在韓國的AfricaTV 主播在這個網站上邊吃邊跟觀眾聊天互動 吃播這個詞結合了韓語的吃跟播兩個字 邊吃東西邊直播 吃播觀看的人很多 這年代流量不只是聲量,還代表了含金量 粉絲的抖內、廣告費、代言費等等 讓吃播跟美食Youtuber們賺飽飽 錢在哪裡,人就往哪裡去 因此各類型吃播蓬勃發展 Youtuber們也開始各種超大份量料理 比較紅的就開始出書 用一些產品給粉絲購買 又像Dendrops一樣 在Youtube被發掘 跟類似Netflix的大型製作團隊一起合作出節目 那你為什麼這類大吃大喝影片會受歡迎呢? 接下來我會從兩個方向切入 1.腦科學怎麼說? 我們會藉著看影片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得到快樂,很大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大腦裡的 鏡像神經元 簡單來說就是同理心或是共感 你看身邊的人有人撞到桌角 或是影片的人滑早跌在臂面上 就會覺得 哎呦好痛喔! 這就叫共感 食慾是很難克服的 然而現代審美觀就是要瘦 所以減肥變成每個人一生的置業 可以盡情吃山珍海味 又可以保持身材 這種事情只有在騙人的減肥廣告裡才會有 又想吃又要瘦 這是不可能的事 於是看著螢幕裡的直播主大吃大喝 變成現代人的救贖 通過他們替代自己想要過生活 他們吃自己永遠買不起的高檔食物 看他們吃十倍份量 一百倍份量的大份料理 看他們怎麼吃都不會胖 松中峰在故事的美食家試驗的湖廊 總是吃得津津有味 看他吃才會覺得超好吃 破水都流出來了 看這些吃播或美食節目 當然會讓我們想要去找那些店或那些美食來吃 但實際上你有真的去找來吃嗎? 其實看影片的當下 已經得到比真的吃更多的滿足了 所以藉著看這些吃播或美食節目來減肥 是個不錯的主意 Dandruff真的是形容美食的高手 連紙袋都可以說上兩句 他說如果是有力量漢堡 沒有辦法邊吃邊說話 因為他會把你口腔裡的空腔全部填滿 你只會發出嗚嗚嗚嗚嗚的聲音 還有好的薯條是當你咬薯條的時候 薯條會趕過來咬你一口 OMG 其實不光是吃很大份量或是不容易入手的食物 有些影片還會有準備食材、瘋狂做菜的片段 而且他們會用很棒的麥克風收音 我們可以聽到切菜喀喀喀的聲音 油鍋噗噗噗噗噗的聲音 甚至是撒鹽在肉上的聲音 美國行銷大師Elon Willer 曾在他的暢銷書裡說過 我們要賣的 也是牛排 也是牛排在鐵板上滋滋作響的聲音 美國布朗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家 Rachel Hutz 是一位研究嗅覺、味覺、食物、心理學的專家 他說 有很多人可以音樂聽到咀嚼、吞咽 這些進食時發出的聲音而感到愉悅 也就是前一陣子非常紅的ASMR ASMR全名是自發性感官經絡反應 是一種通常從頭皮開始 並向下移動到頸後及脊椎上方的發麻感覺 通常是由徹定的視覺、聽覺、嗅覺等刺激 所觸發、產生好舒服的感覺 也就是所謂的爐內高潮 是炸雞的咀嚼聲、衣服摩擦聲音 甚至是撫摸身體發出的微弱聲音 都會讓人感到療癒、而且放鬆 如果這些聲音又配上身材較好的美女 那真的是 聲音就讓你懷孕了 喔喔喔 是嗎? 沒體驗過的話 可以請你好朋友在你耳邊輕輕吹起 這個舒麻感就是ASMR Rachel Hutz說 聲音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因為大部分觀眾 並沒有經歷進食帶來的感官體驗 反而是這些吃播主 把這些體驗放大再帶給觀眾 所以真的看他們吃 比自己吃還好吃 這怎麼可能不喜歡看呢? 2.人生來寂寞 原來又對社交的需求又更難滿足了 這些吃播主們不是只有吃 還有跟粉絲們聊天、話家常 更拉近了他們跟粉絲之間的距離 感覺就像陪你一起吃飯的朋友 大家配吃飯的影片是什麼呢? 蠟筆小心 還是也是這些吃播呢? 敢在留言推薦給其他人看吧 其實很多人內心都是很寂寞的 哈克或之前的Clubhouse 也是類似這種陪伴的感覺 好像有人陪你一起吃飯 陪你一起通勤坐車 陪你一起度過無聊沒意的每一天 一些斗內 甚至可以要求直播主吃一些奇怪食物 用奇怪的方式進食 也滿足了這些寂寞的人 內心的窺探欲望跟控制欲望 美食非常療癒啊 不想發胖、看吃播是個好主意 最後用孤獨美食家的開場白來做結尾 不被時間和社會舒服 幸福的填飽肚子的時候 等時間內變得水清爽 變得自由 又不被誰打擾 無所介懷的大快朵鷹 這種孤高的行為 這可謂是平等的賦予現代人的最佳治癒 OK!今天到來講堂 就要這邊結束囉 你今天帥夠了嗎?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大臨講堂 我們下次見